来 两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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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船进港带回满满新鲜鱼货 台湾身为海岛型国家 看似有吃不完的鱼 事实上早已面临 鱼业资源的枯竭 而根据联合国粮食组织统计 台湾人每年吃掉 7亿8千顿海鲜 平均每人每年就吃掉34公斤 为全球之冠 另外依据鱼业统计年报资料显示 台湾沿近海鱼业年产量 在民国78年达到最高峰 38万3593公吨之后逐年下降 到了民国105年 剩下16万4335公吨 为了缓解鱼货困境 近年来渔业署订定了 限鱼申报规定 但要落实似乎还有挑战 沿近海的移民船多 人也多 而且移民说我不吃字 这不会舔 所以我们目前正在检讨 跟移民沟通 我们用云端申报的方式来做处理 另外透过太监制度和收购旧鱼船 来管控总船数 还有收鱼奖励的方式 都是为了让海洋资源再生 海底下渔群自在悠游 这些影像来自东北角的毛澳湾 毛澳湾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湾澳地形 也孕育出了独特的海洋资源 现在就要透过海洋资源富裕政策 让这里不仅仅具有渔业的功能 还要逐步带进观光机能 再结合毛澳渔村的再造 发展当地特色产业 104年 渔业署将毛澳湾核定为 全国第一个栽培渔业示范区 透过渔苗放流 成立寻手队等 加强渔业资源管理 我们在这几年也去实际监控了 这个海湾内的渔类群聚的状态 那跟实际的资源的一些融合也好 或是这个整个资源的增生也好 都的确看到它的效果 而要让毛澳这个传统渔村转型 保留当地特色仍然相当重要 从小在毛澳渔村长大的攀望村 退休后回乡 利用漂流木和水泥 做出一件件艺术品 这个是我们这里传统的三板 三板船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彩色 上百件作品每一件都富有渔村特色 还带着它对家乡的浓浓情感 一夜枯竭了 进来都没有办法抓到鱼 那就只有说我的想法就是能够把以前的渔业文化 把它转变成为观光渔村 这是三板船捕鱼 这是捧会就是那个像那个野流 走在岸边 一幅幅和渔业有关的图围绕着港湾 这全由它亲笔彩绘 透过专家指导甚至推行了一日渔服行程 让游客体验渔村之美 由他们自己去关心他们自己的社区 关心他们自己的渔业 我们是希望渔民能够有自主管理的能力 希望让这个资源能够不只是富裕 而且能够提升它的价值 海洋资源的富裕不仅要透过有制度的管理来规范 经由转型 带进观光 活化了渔村 也要让民众了解海洋生态的重要性 TVBS新闻何将曾一词 基隆台北采访报道